说台湾人去意大利要隔离14天 那么这个 欧洲现在很多国家被感染的源头 其实是意大利 现在德国25例 法国18例 两个人死亡 英国13 西班牙13 奥地利 瑞士 克罗埃西亚 比利时 瑞典 芬兰 希腊 挪威 丹麦 爱沙尼亚 罗马尼亚 乔治亚 另外中东有伊朗 巴林 科威特 阿联 以色列 伊拉克 安曼 阿富汗 尼巴嫩 南亚有印度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尼泊尔 非洲有埃及 跟阿尔及利亚 美洲有美国 加拿大 中南美有巴西 亚洲就更不要讲了 亚洲大家很熟悉 从意大利 担出的 有三个国家 现在可以确实证明的 就是说 希腊这个是来自意大利 克罗埃西亚也是 澳地利也是 德国也是 丹麦也是 瑞士也是 法国也是 西班牙也是 巴西也是 独国 这独国 那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署长 这个澳国家 是怎么可以 修理台湾 这个国家 虽然是澳 理由很多 香港 香港那时候 撒水 一看 就拖了那些国家 这拖了那些国家 对 他上海 就是怎么样 印尼 他教中国 真的好 一带一路 欧洲就是他 他一带一路 所以 他仰赖中国 不加多就对了 所以 现在这个意大利 还会 都看什么 看中国 还会看世界卫生主持 所以这边 坦德塞 对这个 所谓 你看这个 又不用联合国 就中国 全部都有 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一开始 符合中国 中国当然是 应该疫情 因为十二月 队高 就应该 我们可以 把意大利 处理一下 应该要处理 要怎么处理 我们也处理 我们也处算 升级 升级意思说 升级意思说 你说我不能去 我说你不能来 这样就对了 他说我们不能去 是不对的 那是按照 世界卫生 我们是模范生 对 把五面 放在中国的底下 所以现在看到 疫情的上升 都催不出台湾 所以又说 叫中国放这会 所以很害怕 就是这样 但是 他 我们把它 类传三级 是有道理的 你看它 上升那么快 所以这个 我们 类似是防疫 我们去意大利 旅游的人 是两万七千七百人 是 我们整个 大家都不要去 对 虽然我们人数 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台读 我想现在 也没什么 去 现在 我们也不要去 对 酒粥 不是啦 这意大利 有很多天主教徒 还是很想起的 这个我们 去年从意大利进口 26亿美金 这有时候生意是很难 但是至少 我们可以不用去那边观光